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对于这个内伤伐热呢 我们仍然就是说要在掌握这个基本知识 基本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些重点难点进行了解 那么内伤伐热这个病呢 它主要是针对外感伐热来的 那你就想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伐热的这个病 把外感伐热和内伤伐热都拿入进去 这样呢 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因为伐热它的这个是一个我们中医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 它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 所以说呢 在我们前面 尤其是肺息病症里面我们谈过的都是由于外伤所引起的这些伐热 我们叫外感伐热 那就是说还有表证 那么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呢 就是由于我们内伤的这种原因所引起的发热 我们叫内伤发热 所以说呢 我们就跟内伤发热下了一个定义 凡是说 凡是以内伤为病因 导致了这个肌体脏腑功能失调 或者气血因缘亏虚 失衡为基本病机 临床以发热为主要表现的这种病症呢 我们叫内伤发热 那么这样就很简单了 我们说它就是一种发热 但是 这种发热 我们注意它跟西医的这种发热 它是有所区分的 第一个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发热 它除了有我们客观上可能用体温表检测到的体温身高以外 还有就是我们是以 包括我们自己感觉到的发热 也在里面 另外还有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认为还有就是旁人摸的道理 觉得你身上很烫 很热 或者看见你面词 面红 木词 这一些见证 那么都是属于这个发热的这样一个体系 所以说应该说中医的这个内伤发热 除了有客观的以外 还有主观的 我自己觉得我发热 我就发热了 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 我们西医对发热 它有一些标准或者分类 我们一般来就是说通过测量体温的方法 一个是在这个夜下 口圈或者肛门这几个地方进行检测 当然我们在临床当中比较简单的 是以夜温为主 但是比较准确的呢 是以这个肛门为主 那么根据发热的不同 我们把发热分为了低热 中度的发热 高热 以及超高热 一般我们说大于39度以上呢 我们就说叫做高热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起发热 叫做慢性发热 什么是慢性发热呢 一般是指体温在37度 慢性的低热 37.5到38度 排除了生理性原因 持续两周以上的 就慢性低热 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 我们知道 富士每天都要来扯几次体温 然后在这个体温的表格上进行记录 把这些点连成一个线 就形成了一个体温的这样一个曲线变化 那么通过这个体温的曲线变化 我们就归纳出不同的发热的内型 这些不同的发热内型 跟我们不同的疾病是有着关系的 所以说根据这个发热的内型来区分它疾病 这也是我们这个真病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在热形上就形成了激流热 十张热 间行热 不规则法热等等 这些不同的这样一些热形 历代一家对发热的认识是很多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重点是对内上发热来进行去谈谈 在内经里面对发热呢 他谈到了是阳胜者热 那么就是由于阴阳平衡的失调 那么导致了发热的出现 而且终点他谈到了医虚生内肉的这样一种情况 同时在金贵里面 他也提到了用肝温的这种方法来治疗发热 比如说金贵药女的血壁虚老壁脉症病子片里面 他说由手足凡热 由小剑中腾来治疗发热 这里呢就是为我们干温除热的这种方法 奠定了一个基础 它是最早的一个起始 那么内生罚热的这样一个病名是真因脉字 这样一个这本书里面提出来的 到了内外生编回呢 就见别了 就是由外感罚热和内生罚热 政治挥补又把外感罚热以外的罚热 分为了渔火罚热 阳语罚热 古增罚热 以及内生罚热 阳虚罚热等多种的这种罚热的这种形式 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就是由于多种原因都可以引起罚热 但是作为罚热来说 我们重点要区分是外感罚热和内生罚热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李东元 提出来的就是用补中医基丹 干温除热的方法 这个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给我们治疗罚热开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一点呢在我们后面的这个关于内生罚热里面再详细地讨论它 那么作为罚热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它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部分 一个是感染性的罚热 一个是非感染性的罚热 感染性的罚热应该是占到了一大半部分 去统计大概是大于59%以上 感染性罚热我们说了 我们常常见到的就是细菌 病毒 增菌 结核 艾滋病 这些传 这些病都会出现罚热 当然比如说我们结核病所出现的罚热 同时结核又搬有 阴虚火旺的见证 又有阴虚的见证 或者阴阴两虚的这种见证 那么它有属于内生罚热 就是它里面又有外感罚热 又有内生罚热 第二呢就是非感染性的罚热 那么这里呢就是说非感染性罚热 应该在这种内生罚热里面占了比较多的因素 第一个呢就是以肿瘤疾病为主的那种罚热 这一类的罚热因为实际上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肺癌还是肝癌还是胃癌等等这些病人 我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 由于这个癌细胞进入到血液 引起一些坏似的物质进入到血液里面以后呢 引起了我们集体的罚热 一般这种罚热呢 从我们中医来说 多百八分成了阴虚罚热或者叫淤血罚热这一块 所以它的罚热时间 大多数来说一般是从晚上开始 每天晚上它就逐渐开始罚热了 那么从中医里面来说 它还是说得通的 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晚上的话 就给病人用一些这个 这个 退热的这些药物或者针剂 来对症 都来处理 但如果是要解决它根本问题的话 我们说还是要从这个淤血或者是阴虚的这样的角度来进行 那么这一种的罚热在凝床当中比较多 第二种呢 血液病 溶血 贫血 粗血性疾病 补水坏死这一类的罚热 第三个是风食性 风食类的疾病 第四个呢 是我们谈到内风 内风病代谢疾病 比如说甲状腺疾病 更年期中火症 以及还有其他功能型的低热 包括感染以后的低热 以及术后的低热 那么手术以后有的病人也经常出现发热 那么这种发热我们说有那么几种情况 第一个是手术以后呢 感染 那么可以引起高热 第二个手术以后引起了一些坏食物质进入血液里面引起了发热 我们中医认为呢 就是一个淤血罚热 血虚罚热 或者是阴虚罚热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按照我们中医的辩论治疗以后 这种罚热呢 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治疗 还有就是感冒以后 感染以后所引起的罚热 这个呢 可能大家还不太留心 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啊 就是他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上腹肌道的 肺部的一个感染病人 表现为咳嗽 咳痰 气颈 胸痛啊 经过这种大级量的抗生素治疗以后呢 症状都基本上消除了 但是呢 它还是就是有点滴烧 有点滴烧 这种滴烧以后 经过了多种药物啊 治疗也没有效果 然后他又去吃中药 吃中药以后呢 就是用了什么药呢 要么就是滋阴降火的 要么就是亲人泄火解毒的药物 大技能的药物去用 用了以后搞得了什么呢 脾胃也不太好啊 吃东西也不 吃少拿叉 然后又觉得滴热 这个时候呢 他来看病 但是我曾经印象比较深刻 就看他一个这个精神的面色是个比较晃白的 精神也不太好 睡眠也不太好 食欲不整 就问一下他大便 然后大便最近有点稀谈 我想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气虚 应该是个气虚发热 所以说就用了那个李东元的补动衣汤 吃了大概五天吧 就这个他发热就自己就退掉了 所以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就是说 我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染以后 他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发热 就是我想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大纪念的抗生素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亲人解毒的 亲人泄火的药物 省上了脾胃 他这脾胃丝 脾胃这种功能减退 出现脾虚 脾弱的这种情况 所以他应该是个气虚的这种发热 还是能理解 情字如果是干预 这个情字不畅 忧失老路倒是干预气字 干预气字以后 气虚可以化火 化火就形成了阳胜 阳炕的情况 那么阳胜者热 他就会出现发热 这次能理解了 那么饮食在我们教材里面没有谈到这个真心 实际上在我们临床当中遇得到这种情况 饮食 由于我们 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辛辣肥肝后胃 长期的这种 导致我们脾胃功能受损以后 那么吃一点东西就停机在这个胃肠 水食不浴 那么饮食的拥有即适 导致了饮食所导致的内生发热 比如说我们那个饱和丸 饱和丸里面为什么加年翘 那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考到饮食要实际化热的这个方向 所以说大家年翘 这个对我们现在认识是一样的 第三个呢是其他的这种疾病 久兵体虚 牢卷 久兵体虚 牢卷我们说既可以伤精气 引起气虚 引起医虚 也可以伤阳气 引起阳虚 另外就是久兵入落 由于气虚推动物理 导致的气血云虚不畅 而出现的淤血 那么也可以出现淤血 所以说就有气血阴阴的亏虚 以及淤血这些情况 那么这些情况都可以导致发热 就是阴虚 阴虚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阳抗 阴阳死于平衡 那么阳虚 阳虚怎么会导致发热呢 由于阳气亏虚以后呢 虚阳佛约于外 那么所引起的发热 这是阳虚发热 淤血 淤血是拥我停刺 拥挤在一起 凡是比例性产物堆积 阻塞在一起 那就会出现一个造热 就是个造热的过程 就会发热 那么唯一要理解的话就是 气血为什么会导致发热 这在我们后面我们要讨论一下 所以说 从这个发热里面来看的话 就是它的病因应该是 情治 隐私 牢卷 体虚 久病 等等这些因素 都可以 引起内三发热的病因 那么内三发热呢 主要我们就说 从它的虚实来看 就分为虚实两个大内了 从实证来说 干预气制 内食亭制 淤血祖制 就可以形成 气于化火 血于 食祖 所以说我们就有三个阵型了 就是由于这个 气血谈食的 拥结祖 这是必利性产物 包括我们气急 拥生祖 而道指发热 形成三个阵型 就是气于发热 食祖发热 淤血发热 另外我们还要补充一个阵型呢 就是 食急发热 就是饮食的食 饮食停机在那里 所引起的发热 就是应该有四个阵型 那么从虚症来看的话 就不外乎是气血阴阳 这个气主要是脾胃气虚 宗教之气 中气不足 年中的话可以表现为中气下陷 阴火内生 第二个呢 是血虚 第三个是阴虚 第四个是阳虚 导致的火不归原 虚然浮月于外 而形成了阴阳 施与平衡所导致的法刺 所以说呢 我们在法刺里面啊 你把这个病 这个病病基的四季图 掌握好了以后 包括我们后面的 它的辩证要点 它的治疗原则 以及它的分形论质 都融合在这个里面了 当然我们这里呢 从理论上把它划分的 虚实界限非常的分明 但是在临床当中 实时先杂 虚实相处夹杂 形成比较复杂的一些病理变化 所以我们第二 下面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病病基呢 进行一个归纳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病基是什么呢 病基就是我们定义里面所谈到的 脏腑功能失调 七血阴阳失痕 这些病基就是我们定义里面所谈到的 七血阴阳失痕 这些病基就是我们定义里面所谈到的 第三个就是他的病位在哪里 病位呢就是主要在 脾胃甘胜 当然是以脾胜为主 脾胃甘胜以脾胜为主 这就是从伐病病基病位还有什么呢 病性病肆 还有病基的转化 病性 从这个脾胜伐症的角度来看 我们说他虚实都有 但是以虚症为主 实症呢比较少 就即使是有实症 常常也是虚实夹杂的 病逝 那么这个病逝 从他的疾病开始 出嘴呢病激于气氛 然后呢 影响到痰食淤血 也就是说从战斧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由脾即胜 或者由肝犯脾 或者由脾即肝 最后呢由肝即胜 那就是说最后的罗酒点在哪来是肾 所以出现了 最后是出现这个肾虚 包括阴虚 包括阳虚 这种情况 那么病激转化 由于内生法则可以是疑中原因所引起 也可以由是多种病因所引起 所以说他的病激转化应该是 了解几种情况 就是虚实的转化 气血阴阳的转化 气血由气到血分 我们说气虚可以引起什么呢 血虚 血虚进一步发展可以引起阴虚 阴虚再进一步发展可以引起阳虚 气血阴阳它是可以转化的 第二个虚实是转化的 食症久了以后呢 引起战斧功能的尸体谣 导致虚症产生 那么虚症又可以引起病例性产物的堆积 但是虚实的家长 所以从病性病逝和套到这个 病理演变可以大致做一个了解 那么对于内生法则我们该怎么样去针对呢 就是看来的话这个内生法则呢 主要呢 第一个我们要排除就是外感法则的这种情况 那么除了排除外感法则 由于法则的肠症是作为我们一个内科的一个常见的症状之一 所以说在这里呢 第一我体会第一点就是以内生法则为主症 这第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实在要排除其他的一些病症 才能内生法则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体会有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病死特点 其病缓慢病成残 第二一点呢就是它的病死 它一般有既往的病死 就是说 要么有这个七余血余始祖的病死 或者是有气 血阴阳亏损的这种病死 或者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基础疾病的这种 反复伐热的这样一个病死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一点呢就是它的伐热的表现特点 就是说罚热 既有主观罚热又有客观罚热 以低热为主 但是也有高热 所以说就是我们讲 你不要形成一个印象就是凡是内生罚热 就是低热 内生罚热仍然有高热 高热高到什么39度40度以上 在我们临床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有两个例子一个是 结合病的病人 那么有一次是在春节 在春节值班的时候受到一个病人 那么体温非常高40来度 但是查了痰也没有查出有结合感军 但是这个反复查痰我们又做胸片 最后还是确诊它是一个结合病的病人 那么它的罚热热度很高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了癌症 肿瘤的病人 它的罚热同样可能也是很高的 另外气虚罚热 为什么叫该温除大热呢 那么气虚罚热有瘦 温度也是很高的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可能表现有怕冷 但是呢 它加了衣服以后就可以缓解 而不是它叫胃痕 而不是物痕 未痕与物痕 就在我们内症法治里面可以有未痕 但是不能有物痕 物痕就是有外感了 这是第三个我们的争论要点 第四一点呢就是紧随着我们第三点就是 既然内症法治它往往有一些其他的 比较长期的这些一个病因病死的这些过程 所以说它多半半有不同程度的这一伴随症后 或者是脾胃系的或者是肝胆系的或者是肾系的 所以说患者可以表现的层层的这些症状有 头晕神卷发力这个倒汗自汗脉弱等等这些表现 就是我们可以抓那么几点 另外呢就是说不伴有表证 这个呢不作为我们的争断一级之一 但是我们知道它要排除表证 既然谈到了排除表证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外感罚热和内伤罚热 进行一个区分 这是我们在学习当中的一个重点 外感罚热和内伤罚热 那么他们的鉴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呢是病因病激喜病病成 发热的特点我们或者叫热行我们叫发热特点 还有物寒还有伴随之后或者是肩症我们来考虑的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从它的病因来说 如果是外感罚热 它主要是外形流营或者余毒之形 内伤罚热 那么内伤饮食 情治 劳倦 酒病 体虚等等 防死等等这样一些因素 如果你要细化的话 你说内伤哪些因素呢 就这些内伤的因素 就把它搬进去就完了 病激 我们说内伤罚症它可以有虚实 所以说它表现为什么呢 实证主要表现为脏腹功能的失调 导致了病理产物的产生 那么外伏就是什么呢 气鱼 蛇足 淤血 饮食极致 所以说战斧功能失调 气血阴阳失衡 或者叫气血阴阳的亏虚 由于气血阴阳的亏虚 云心脉中卫心眉外 那个卫气叫分气与邪气相争 真血相争 拒贼发热离贼 怎么来 海冷 就是入海 所以呢就是属性了真血交争 起病 内伤罚症起病缓卖 病程较长 外感罚症起病及病程一般比较短 很多外感疾病 包括感冒都是自现性的 一种疾病 发热的特点 多半是低热 也有高热 或者是自觉发热 外感发热 多半是高热 多半有高热 那么从这个 误喊或者未喊来看 我们说 内伤罚症就是表现为 危喊 它没有误喊 就是说它怕冷 但是这个加一倍以后呢 它的这个怕冷就减轻了 那么外感罚症 虽厚一重倍 不得去假 再怎么增加衣服 它都还是一样的 还是怕冷 还是怕冷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我们自己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有感冒 感冒以后 如果是一个初期的话 你再怎么加一倍 加了很多东西了 还是在那 起这种鸡皮疙瘩 然后还有乌寒 甚至于这个 还冷得来就是 颤抖 然后颤抖完了以后 然后逐渐的体温升高 升高以后 然后出汗 汗出以后 汗出这个热退 升联 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发热的这个一个过程 我们在学 略极的时候 这个 略极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 略性的发热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来就是说 最后一个来就是 我们讲一下 他的这个坚症 就是外 既然我们讲到外感发热 一般是外泄引起了 就是外感的这种辩证 就有一份误喊 就有一份表证 那么就是外感人 就有含着的往来 就一般有这种肺气 多半是在肺气 出现鼻血 头身疼痛 咳嗽等等 这样一些见证 那么作为这个 内伤发热的话 他一般有这个相应的 脏腹功能尸体咬的 气血因缘亏须的 或时或须的 这样一些宁存见证 所以说通过了 这么一些方面 我们应该说 把外感发热 或内伤发热 就应该说分得比较清楚了 那么除了我们说到 这样一个争断以外 我们实当的 我们要了解一下 实当了解一下 就是相关的一些检查 那么由于内伤发热 所涉及的病种比较多 所以说他的检查的范围 就比较广泛 我们一般想到检查 在我们常见的就是 三大常规的检查 第一就是血常规 大边常规 小边常规的检查 这是也是我们如愿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检查 第二个呢 就是血深化的检查 血深化的检查 包括了肝功能检查 肾功能检查 血脂 血痰 以及 以及 美学的一些检查 第三一类呢 就是说 我们的影像学 影像学检查 X光片 CT 核磕疹等等 这些检查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 就是说 但是我们大致要了解 就是说 内生罚则 它的检查范围呢 是比较广泛的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 内生罚则的这个辩证论制 我们通过内生罚则 我们知道呢 它实际上就是两个框架了 两根主线 一个主线是 战斧功能失调 导致了 气鱼 十足 淤血 十极 第二根主线 就是 气血阴影的窥虚 所以说 我们说 对于内生罚则 我们 我们这个政治思路 该怎么样的呢 第一个来的就是 我们一看见这个内生罚则 我们说这个内生罚则以后 首先分它是虚死 开始它在哪根主线上 如果是 从 主要从它的病因 症状和 色胎与脉相 来进行一个区分 比如说 食症呢 就是以气质血淤 十足 以及饮食极致为主 那么相应呢 它一些表现形式 我们下面后面要谈到的 虚症有气血营养的亏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点呢 就是不要变轻重 病程常热是抗肾持续伐热 反复伐作 久之不欲 胃气的衰败 正气就欲虚 虚 而肩胛有其他病症 这个病情能力比较重 所以说病情能量有轻重的不同 第二个呢 针对它的辩证的要点 我们说它的治疗原则 它既然是个阴阳之痕 所以说叫调理阴阳补虚泻史 这个话来说的是比较大了一点 很多病症都不会这样说 但是我们在这里 统一回答就是调理阴阳 就正叫阴阳四分 具体下来就是针对实症虚症 所以说你需不需要去记这个治疗它的原则 根本不需要 实症就是气质 就是气鱼 一 始祖欲血 那就是行气活血化石 或者叫利食或者叫厨死 第二个呢就是虚火虚症 虚症 虚症那么就是气血因缘亏虚 那么就是一气补血知阴温阳 那么这两种呢我们都可以如果是有热肾的话 当然我们说致病秋板啊 但是它温度很高 我们可不可以时代加一点这个退热的药物呢 我们说中医里面有没有这种退热的药物 就是说还是有的 就是我们一般临床当中呢可以一个是财福 它有这个退热的作用 另外一个呢 无论是实症还是虚症 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 我们临床当中喜欢加了一个清蒿 这是它本身它也可以针对实症的这种法则 它有清热的作用 另外呢清蒿也是一个清退虚热的一个药物 所以清蒿这个药物呢非常好用 在我们临床当中尤其是温度很高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这个用一些清蒿 激连力可以时代的大一点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 主要呢要注意这么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要慎用乏善的药物 慎用乏善的药物 以免耗气伤筋 第二个呢是慎用苦寒的药物 因为我们谈到了这个 它有热相 所以说如果是我们辩证不准确的话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失业症来治疗 那么用大级量的苦寒的药物来治疗 那就会败伤脾胃 而且形成伤音化造 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辩证 那么第一点呢我们介绍一下 气虚的伐热症 气虚伐热呢这是我们学习当中的一个重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伐热的特点 气虚伐热 它伐热或低或高 就是可以低也可以高 但是这个伐热呢是常在脑内以后发作或者是加剧 在这里我们要提及一下 我们就说我们把实证放在后面讨论 我们把虚认放在前面讨论 为了我们方便学习 实际上我们应虚伐热症 我们在教堂里面放到第一位的 但是我们 为了我们从气血营养的角度来看 气虚伐热 我们放到第一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比较清晰的透彻的理解 就是说 它的这个气虚的一方面 神圈发力 面水参悲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时少拿叉 但是脾气功能减退了以后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自焊除 自焊除 胃外不顾 还有就是这个 容易感冒 容易因为它胃表不顾了 咒里不迷了 所以就导致外血侵袭而形成感冒 经常感冒 还有就是说 由于脾胃的虚弱 大便表现为什么呢 西痰 大便表现为西痰 那么这些都是 我们说的这个气虚的表现 世之淡胖 太薄被 没成细弱 没成细弱 或者不成也可以 没细 或者没弱 表现为细弱便 那么针对这个气虚法则呢 我们治疗上是一气减脾 我们叫肝温粗蕊 代表房子呢 是补中一气汤 那么我们说前面我们谈到了这个气虚法则的机制 是怎么样的呢 关于气虚法则有几种看法 不一样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 有几种说法 为什么会形成气虚法则 第一种说法呢 就是由于说 啊 认为呢 那是一个脾虚气线 中焦虚痕 那么如果是气线的话 就气虚症的比较严重的情况 那比如肛门的下坠 战气的下坠 战气的下垂 那么就可以表现为气线 中焦虚痕 那么虚阳佛阅与外而出现了法则 我们把它简直就是阳虚这种说法 你说这个气虚里面它法则是中 原来它是本质的 是阳虚法则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脾胃气虚 骨气下流而温为实力 那么脾气脾胃气虚以后 骨气下流导致实力下交阴火三重 我们说这个可能是一种 从实力阴火的这种角度来说的 这是第二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是气虚 为外不顾 那么真血相争 而导致了法则 这是我们说我们叫感邪说 那么这个法则就是又回避到什么呢 真血相争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认为不是很妥 就是说它又回归到我们说的这个是歪改 是歪改法则里面去 第四个是脾胃气虚 食于贱欲 那么说脾是气血生化之源 那么导致了血虚而出现了法则 那么实际上这是什么 血虚法则 第五一种呢实际上还有一种人 就是血虚 血虚以后呢 导致阴虚 而出现法则 就是阴虚说 就是说血虚也好 阴虚也好 那么实际上 也就是说它不能单独的 都是被处在这个血虚法则 阴虚法则里面去了 我认为这个也不妥 第六一种呢 就是脾胃气虚 身降食肠 气肌的鱼字 鱼而化锐 鱼而化锐 我认为呢 气鱼的这种学说 我们还相当多的医者认为呢 就是这种极致呢 认为比较好 就是由于脾胃的这个位居中间 宗教苏柳 比较身心降灼 为什么脾气不深 表现为大便的稀疼 灼气不降 表现为饮食的池少拿呆 为什么他就不喜欢吃东西 当然脾胃去了以后 表现为神卷 发力面试 晃百等等 这样一些情况 那么这几种看法 我们提供出来 大家也学习和了解一下 就是 重点是讨论 怎么样引起 继续发展的这种兵力 这种机制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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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